眼前的狗道士色胆包天 竟然要对自己曾经主人的女儿欲行不轨 一只手搭在了狗道士的肩上 狗道士起身看去发现是左护法 狗道士心知此举大逆不道 想要杀了左护法灭口 未曾想左护法的武功突飞猛进 竟然紧紧不过两招 就一刀杀死了狗道人 次日清晨 铁手醒来以为自己是喝醉了酒 又见一旁的灵小刀衣衫不整 还以为是自己酒后乱性 对灵小刀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顿时心中十分的愧疚 本就喜欢灵小刀的铁手 当即表示要对灵小刀负责 我一人做是一人当 走 毁中一堂成亲 什么 不行啊 这 兔袋是个狗道人呢 灵小刀深爱着冷血 当然不愿和铁手成亲 立刻转移话题提起了兔狗组合 兔狗组合莫名消失 两人寻找无果后继续出发 找到了十分颓废的追命 追命如同诸葛神猴所言 一生都为情所困 明明有活泼开朗的花带珍相伴 心里却放不下死去多年的初恋小透 整天守在小透的坟前郁郁寡欢 让花带珍很是失落 铁手和灵小刀到来后 这种矛盾爆发的更加频繁 这让花带珍渐渐萌生了一个想法 若是她也像小透一样的死去 是不是就能永远活在追命的心中 这年我没人还人了 恋爱恼的花带珍说干就干 次月清晨便来到了断秦牙 并且在跳牙之前 花带珍找来了林小刀 她奉劝林小刀尝试接受铁手 不要再去追求一个不可能的冷血 冷血的心中只有诸葛青青 她是不会和林小刀在一起的 林小刀文言苦涩地表示 一切都是心在做主 她也是身不由己 就像花带珍忘不了追命 她也无法忘记冷血 花带珍突然跳下悬崖 林小刀根本来不及阻止 半炸箱时间后 铁手和追命听见不远处有哭声 前去查看发现竟是林小刀 此时的追命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反而缩使铁手安慰林小刀 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 不曾想一心想要吃瓜的她 把瓜吃到了自己的身上 阿珍 阿珍不是走了吗 我早就叫她走了 她该不会还赖在这里吧 阿珍 跳崖自尽了 追命得知花带珍跳崖自尽 只觉得天玄地转难以置信 林小刀见追命有些怀疑 陆斥追命为了一个死人 对深爱着她的花带珍不理不睬 还多次要赶花带珍离开 这让花带珍错误地以为 自己还不如一个死人 这才有了跳崖自尽的想法 阿珍跳崖 为什么 追命 追命 追命得知花带珍跳崖万念俱灰 也跟着花带珍一起跳下悬崖 铁手来到崖底寻找两人 最终只找到了重伤的追命 花带珍却是不知所踪 多半是被野兽吞入了腹中 醒来的追命自责万分 认为是他害死了花带珍 从此颓废下去一蹶不振 时间来到半个月后 无情飞鸽传书召唤铁手 商量如何对付暗处的左护法 追命也跟着铁手回到了中一堂 根据青青及冷血的情报显示 小谷跟略同世界毫无关系 左护法为什么要杀小谷 到现在还没有个头绪 铁手认为左护法要竞选大联盟的盟主 杀了林小谷就是要除掉竞争对手 可令无情感到疑惑的是 大联盟各派主义的第一人选是林小道 左护法要想接任盟主 第一个要除掉的应该是林小道 而不是第二继承人林小谷 因此无情有理由怀疑 左护法的身后还有一个幕后黑手 为了查出这个幕后黑手 无情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小谷 当上大联盟盟主的宝座 可是小谷并非善为 如果让他当上盟主 岂不是让他做大 我既然能把他捧上去 也能把他拉下来